本節目每週二週五 在干净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 在干净世界的頻道 那他們要想各種方法去撈錢吧 浙江新湖集團被湖北的一個縣級法院 判沒收百億元資產 中國這種遠洋捕撈就根本就不是割韭菜了 基本上就是連根全給你挖走了 三年疫情國庫逃空了 各級政府想辦法恢復財政的歷練 甚至連公安機關也被分派了任務 過緊日子已經寫進今天兩會的工作報告了 普遍公務員的降性的降幅大概是在30%左右 共產黨的這個控制鏈已經要斷了 那有時候對政治家來說是壞事 對老百姓來說可能反倒是好事